台北市卫生局抽验30件骨豆类产品 包含21件输入及9件国产骨豆类产品 检验项目包括残留农药及零化氢等项目 检验结果3件绿豆不符规定 产地皆为印尼 3件产品包括1件印尼的一个精选毛绿豆红线 检出农药残留赛素胺跟硫化氢 那1件印尼的大毛绿毛绿豆是检出农药残留赛果培 那1件印尼的绿豆是检出残留农药塞素胺跟芬普尼 以及芬普尼的代谢物 那这些都不符合卫生福利部所定的 跟农药残留容许样的一个规定 那上述不符规定的产品 台北市卫生局已经通知我们侠内的业者进行下架 那它的来源都来自外县市 我们也引请当地的卫生局依全责办理 那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呢 是违反草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 那可依同法第44条 主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的罚款 同时产品也必须依照食安法第52条呢 必须要进行下架回收跟销费 卫生局表示 如违反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规定者 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将处分负责厂商6万至2亿元罚款 并依同法规定命业者下架违规产品并销毁 上述所提到检验检出赛苏安赛火培跟芬普尼 这三个农药都是农业部合法登记 遵取使用的一个农药 那它可使用在特定的一些农产品 可以使用在特定的一个农作物 但是它的残留必须要符合 我们的农药残留容许量的一个标准 那零化氢是一种无色的有毒气体 它具有强烈的臭鱼味 主要是作为熏蒸式的农药 那可用在我们的一个豆类的干燥 但是因为它具有剧毒性 如果一次摄入太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一个危险 所以业者一定要自主管理 确认它的一个原料跟产品 都是符合我们新安平卫生管理法的 一个相关的规定 在食材加工条理之前 也都要确认食材的一个来源 那农药或者冬庸药 及相关的污染物的一个残留 都是符合我们的食安法的一个规定 卫生局提醒民众 在食用或烹调骨豆类前 先以流动清水冲洗 再以水浸泡10到20分钟 接着用流动的自来水冲洗2到3遍 以减少及降低农药的残留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通知了 现在的农药 欢迎订阅明镜